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项目经过多年辩论后终于放行 但仍然引来环保团体的强烈抗议 他们警告说它有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还有一些活动人士警告 它有可能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甚至产生抗杀虫剂的杂交蚊子 但参与研制项目的公司称 转基因蚊子对人和环境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今年5月 美国环保署批准了基因改造蚊子的生产 厂商是一家总部在英国而业务活动在美国的公司Oxitec 这批转基因蚊子代号Ox5034 它们是雄性埃及一蚊 在自然界中只有雌性蚊子才会叮咬人类 雄蚊则以采集花蜜为食 而埃及一蚊是登格热 债卡病毒 饥孔肯亚热和黄热病等致命疾病的主要传播者 在佛罗里达州南部 埃及一蚊常出没于城市地区 而且在许多地区 它们甚至对杀虫剂产生了抗药性 雌性蚊子之所以盯人是因为它们需要血液才能产卵 因此研究人员希望通过释放基因改良后的雄蚊 让它们与自然界的雌性蚊子交配繁殖 这种转基因雄蚊体内携带一种特殊蛋白 该蛋白会导致它们与雌蚊交配所产生的雌性后代在成熟咬人之前就死掉 而以花蜜为食的雄性蚊子将会继续生存并把基因遗传下去 随着时间推移 研究人员希望当地的蚊群规模将日渐缩小 与埃及一蚊相关的疾病传播也将随之减少 8月18日 这一计划得到了佛罗里达群岛蚊虫管控区的最终批准 当地官员计划从明年起开展这项为期两年的灭蚊行动 但该计划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声音 包括一个近24万人签名的网上请愿书 他们抨击Oxitec 拿美国各州做这些变异蚊虫的试验场 据报 该公司还计划从明年起在特克萨斯州展开转基因蚊子释放项目 目前已获得联邦政府的批准 但尚未获得州或地方政府的批准 环保组织地球之友在谴责该项目的声明中表示 释放转基因蚊子将会给佛罗里达居民 当地环境和宾微物种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特别是在目前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 但Oxitec 的一名科学家对美联社表示 他们在过去几年其实已经向野外释放了10亿只转基因蚊子 并没有对环境和人类造成任何潜在的风险 根据Oxitec 网站的信息 他们在巴西的野外实验结果得到了积极的反馈 按照计划 这些转基因蚊子将于2021年在佛罗里达交岛链地区放飞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